中秋烤鱼的价格落差很大 怎么样减便宜我们告诉你 一整排秋刀鱼在烤网上滋滋作响 酥脆表皮涂上独特酱汁 油脂丰厚肉质鲜嫩 迎来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 不少人也爱烤鱼 来到市集摊商忙着整理新鲜 现捞鱼货 鬼头刀鱼 骑鱼 飞鱼各类鱼种 都是中秋烤网上的美味佳肴 但今年价格却有些微上涨 花莲东部这边价格是有比较高一点 那当然也是因为地震的影响 就0403的大地震 所以可能大概鱼价都会涨 可能10到20% 由于地震和台风的双重夹击 一些花莲现捞野生鱼种 像是鬼头刀现在每公斤约81元 跟去年每公斤64元比起来涨了不少 另外像是青鱼和秋刀鱼 也都有些许波动 不过还是有些鱼种在悄悄降价 今年价格虽然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相对的 在它的加工方面也琢磨很多 由于去年湿木鱼价格高 许多人投入养殖 导致今年产量多价格跌 现在石木鱼价格一公斤约80元 跟去年同期的95块相比 夜市差很大 台风过后差不多 我鲁鱼也有买啊 有什么名鲁鱼我也有买 鲁鱼我也有买 大部分有的时候都会开车到鱼港去买 大概1000块钱我可以买到8只 那你在市区的话 也大概两条大概就要五六百块吧 即便今年鱼类价格波动不大 但懂得聪明消费 还是能尝到甜甜价快乐过中秋 记者林汉廷张成言台北采访报道